接下來 這是一個表格 表格給你的議題的體積跟我們的所謂的總質量 就是我們做的實驗 測量水的密度的 實驗量做的 然後呢 請問你議題密度多少 表格老師教可以怎麼處理 我教你可以怎麼處理 為他搭起有餘的橋樑 記得嗎 所以我們就為他搭起有餘的橋樑 搭橋 每增加四立方公分的議題 多三公克 四立方公分多三公克 十立方公分多七點五 對不對 多七點五 OK 所以你就知道議題來講 就是四立方公分的議題有多少 三公克 那帶回去我們的可愛的公式 D等於 V分之M 所以就是零點七五 答案就選豬爾 可以嗎 OK嗎 OK 很好 好 這種題目 還可以求兩桶質量 怎麼求啊 為他搭起有餘的橋樑嗎 每增加四公克會增加三公克 兩桶就是沒有議題嘛 沒有議題零 減少十二 減少十二 增加四 增加三 減少十二 十二四的幾倍 三倍 所以三的三倍是多少 九 減少九變多少 三十六 所以這題兩桶質量多少 三十六公克 所以就知道兩桶質量三十六公克 這就是 求兩桶質量的方式 在虎克定律裡面 這個用來求 秤盤質量 一樣的做法 想法完全 相同 OK嗎 OK 來 黃飛 也一樣 做實驗 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有些不要算 有沒有過遠點不用算 是不是拋物線 不用算 可不可以量出兩桶質量 不用算 密度二點四 要算 要算 如果你可以知道A B C 有個是對的 你就知道答案就是 就是他了 所以這題其實不用算 你知道嗎 如果你確定A錯 B錯 C錯 答案就一定是 豬 那你也不用算 就知道答案是豬了 那如果是A對的答案就是A 也不用算 所以那個其實不太需要算 可愛小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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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千 你說什麼 多少 C 你選的叫做C 你說 他因為有兩桶質量 所以不會過遠點嘛 然後呢 他應該是會成正比 所以是一條直線嘛 那延伸線就可以求兩桶質量 OK 他的答案二點四是錯的 那應該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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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密度的臉是錯的 那應該多少 沒有12號 明白也沒有15號 我要找女生 都是男生 女生 女生也沒有16號 女生也沒有16號 為什麼抽不到女生啊 百二號 你用什麼 4.5 1.5 1.6 為他搭齊有餘的橋樑 為他搭齊有餘的橋樑 5到10 增加5 質量 56-48 增加8 所以是五分之八 所以答案叫做 1.6 可以嗎 OK嗎 OK 我沒有問啊 你自己問 那他兩桶質量多少 他兩桶質量多少 你會窮嗎 OK 好 這是剛才是給表格 現在是給圖形 然後問你何者錯誤 巴巴巴巴就算出來了 就算出來了 請問你多少咧 來小先生 這個人不在 王大哥啊 在奧地利那傢伙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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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你選C 你不知道 怎麼不知道耶 你不知道誰知道 這個 這個4立方公分的時候 18克 18克 可是要減掉一個12 就是兩桶的質量嘛 沒有有兩桶質量 所以是6公克 所以算出來就是1.5 那麼 所以10立方公分就會有15克 所以呢 朱是對的 所以朱是對的 所以朱是對的 然後呢 那乙是4立方公分是6克 所以密度呢是1.5 所以呢 C的答案是錯的 C答案是錯的 然後呢 密度是 他是斜頭斜形的 完全平行的斜直線 所以 那個密度應該會 一樣 一樣 所以呢 那 用這方法你也可以知道 你的密度是1.5 帶過來就可以用 也可以 一個是直接算 一個是用對照比照方法 一個是說出來的 所以答案就知道 所以我們就算出來了 這就是我們所做的練習 可以嗎 可以